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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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看透透 新闻看透透 台北市长的在野候选人 民进党的姚文志跟柯文哲 柯医师 那么这个电视的辩论会 那么由高点电视台新闻看透透来举办第二场 这个第二场今天我们会问很多关键的问题 比昨天更加的深入 今天邀请了来宾第一位还是柯文哲 柯医师 柯医师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是姚文志姚文员 姚文员你好 宏医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公平起见 昨天叫姚科电视辩论高峰会 今天叫柯姚电视辩论高峰会 今天两个位置也换了 昨天我们问到的问题就是说 柯文哲 柯医师他还没有答完 我觉得应该有 应该要负责任的让你把它答完 就是你以前自称你是深绿 那你现在你说 这个蓝绿假议题 唯有你用在野党的身份去选 你才有办法超越蓝绿 但是你又说深绿啊 你这样怎么说服别人 那我想是这样的哦 这个蓝绿你的出发跟你的目标嘛 这蓝绿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台湾的历史啦 在这一刻这一秒在台北这种地区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就要尊重别人的感情啦 我以后就看了 民进东就倒回都可以去死而已 所以我是尊重他的感情嘛 所以说我们也是等于就说 好吧那我就这样 还是那一句嘛 就说有一个叫台湾过去的历史 你从1994到现在 你讲连那个绿营连那个派天王 连苏贞昌、谢长廷都这样落败耶 对手也不是很强的 那就是讲东亚的局势嘛 日本的东京、大阪、南韩的首位 都是用做模式赢的嘛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在替卫生署做那个政策计划 我常常有个想法 美国就十年后台湾 台湾就十年前的美国嘛 所以说台湾在我们制定计划的时候 美国在过去怎么做的 大概去multify一下就差不多了 所以像是这样啦 就是说台湾的过去历史 还有东亚的局面嘛 再来看我们今天台北市的局面 事实上有时候是这样啦 你民调做一次两次 真的是这样 他这就挖到嚎啸的嘛 民调的东西 他就是只有在这一刻这一秒 就用这个方法去让台北政治reset 你内心还是胜利吗 应该这样讲啦 有些基本价值嘛 所以我感觉有时候你到最后人家问你说 对统都啦 蓝绿的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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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一百百百万 我觉得是这样啦 台湾人要做台湾最变土地的主人 这跟统都有什么关系 台湾人要做台湾这片头的主人 我自己决定自己的名字 对 我决定我的名字 这叫统都什么关系 这是我的基本 这个基本理念我还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你去找李李政总统 他跟你说用公义 如果是这样啦 如果你要打破蓝绿 那你只要提个比蓝绿更高的东西 那叫公义 所以我记得 我的证件底条叫公义社会 公平正义嘛 老百姓其实内心 还有他更 当然 还有更关心的东西嘛 食安啦 捷運捷菜 安全不安全 他更关心这个嘛 我想是这样啦 让台湾社会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reset 这是我现在想法的 当然我相信十年后 二十年后 也许政党政治还是主流 重开机 重开机 你就是重开 不然当机就这样当在这里嘛 整个国家空转 人家刚才谣言有说啊 那不是蓝绿的问题嘛 你高雄市政府在野 国民党要比民进人更多 但是当局成绩还是很好 那问题要选得上啊 我今天在讲的是选得上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啦 台北的局面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台北是怎样的 人家也说你台南市还不是倒过来 所以我是这样啦 台湾社会还是要有一个重开机的机会 就是说让我们重新去回到一些 大家回去基本议题 而不是说 这就是那种生活的议题 而不是说在这种意识形态上 继续对立加起 好那我再请教邀委员有没有補充 我可以说一下 请来说 好我是感觉说 柯医师这样的分析 当然在差不多在百年前 我们在看台湾社会 确实这样啦 就是说在学运以前 在年轻人没有跟台湾社会的问题 年轻人一代的焦虑 凸显出来的时候确实这样 但是我觉得经过一半年 尤其刚才我们有说到 这个年轻人没法买房 这个22K薪水 我们的房价所得比 全世界最高 少子化 全世界第一名 生育率最低 大家都不敢生 对 表示什么这个问题 其实南绿固人是问题 这有医学形态在里面 没有错 但是可能现在后一代 又更记得 又更了解的社会问题 应该是 我在这里拿一个玩具 刚才柯医师说的 第一 联盛文残算以后 稍微改变 就是说本来我们用 一边拿的一边拿的 台北市因为拿的 一直是拿的 对 蓝大约率 所以没什么改变 但是联盛文 这个台湾最腐败 最孤 最老的 三台 四台 都是做大官 贪大钱的家族的工作 来做台北市 国民党提名的好专人 以后 尤其刚才我刚才说的 这样的社会问题的时候 其实 我们看问题应该要改变 要改变 是应该社会在那里的力量 来集中 来对抗联盛文 联盛文所代表的 就是这个百分级 零点一 大灾团 这个大阁厚 权贵 释迦子地 把台北市当作 这个百分级 似乎他们可以一台团一台 这个 马恩求 郝隆斌 团跟林胜文 都在团一团 有点世袭 所以我感觉说 反省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不一定很重要 是你最后有法度 来透过政策 透过你对台北市的力量 来把所有材败的 这所有材败的 你领22K就是材败的 你住不住就是材败的 你因为说 这个未来照顾孩子困难 不敢生孩子 就是材败的 十一住行 你都没法度穿衣 像刚才前程上说 好的人要有法度来消费 穷人 才有法度有经费 那都是好的人 他们说的 现在这个时代 跟报告最爱的事件来说 现在应该这样 应该变成所有人 联合起来变成财神 OK 这是姚文治 姚委员你对男女的看法 对 很好 等一下我们就来问 因为你们两位 其中有一个人会出来 出来之后 你们的对手一定是连胜文 做人总是有长处 但是也一定有短处 你们怎么观察连胜文这个人 连胜文他也有提论很多政策 你觉得那行得通吗 好不好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好 来我们先休息 进广告